通膨威胁 万物起涨 连带影响国中小营养午餐 也跟着寒涨 8月30号小朋友就要开学了 爸妈的荷包恐怕也跟着缩水 北市营养午餐费 每餐涨价额度约2到10元 调整后高中最高每餐餐费70元 国中小65元 新北营养午餐平均涨幅约一成 但永和区谋索国小 一口气涨了10元 涨幅达两成最多 55到68菜色升级 所以还可以啦 五块钱还OK啊 现在就是物价上涨还蛮严重的 可以接受啊 小朋友吃好一点就也还行啊 如果比较好的补助措施的话 到底是不错啊 五块可以容忍的范围 担心说可能明后年继续涨 嗯 会有点担心 为了让孩子吃得好 营养午餐价格涨一成 大部分爸妈都勉强能接受 但物价颇动大 团善业者叫苦连天 在整个营养午餐的费用调整 大概是在四到十块钱不等 食材成本一直高涨的话 当然对于压力 当然是非常的大 当然营养午餐长各县市 不住不一 栏尾呼吁设专法统一 而若是孩童又该怎么办 中央政府强调会补贴 每年会有二十一亿的经费 在投注于我们 广市学童 印象每人每餐到十四元 一国二十二制 他们要全力来推动学校午餐法 没有看到影子 屋家长得胸 营养午餐掌声响起 业者苦哈哈 家长无奈钱变薄了 只希望政府多点关爱 记者做报导 全天候现在都是使用 旺旺水神抗菌液 那成分是维酸性电解磁氯栓水 跟病毒细菌作用之后呢 会还原成水 不会残留 而且呢没有污染 儿童孕妇呢 都是很适用的 哪里可以买到水神生成精呢 这是上我们的快点购